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三晚繼續開市 看到今天港管都是高開高走的走勢 行展高開差不多152點 之後升幅進一步擴大 最高見到29,993點 只是差7點和30,000點的關口差7點 收市就收2,996點 升了320點 升幅超過1% 成交都連續兩天是超過3,000億的 至於國市呢 今天就跟到一個行指升 今天國市最高見到1,1959 收就收1,1949 升了215點 升幅1.8% 來到這個3萬點關口之前 我就說如果破了這個29175之後 再上的目標就可以上調到30、280 但不代表就是說這個升浪在30、280 會結束或者到頂 只不過現在升得這麼高的時候 我就會建議用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 就是再訂一些比較近的目標位 就看它可不可以去到那些目標 指數牛紅症方面那個市場的入市那個策略 最近Ivan有沒有看到有沒有什麼變化呢? 是啊 其實就看回如果指數牛紅症 經歷過昨天很多資金買紅症 但是被夾之後的話 今天看到其實指數牛紅症的資金流的取態 其實就比較保守一點點了 大家都是很多時候做一個日來的部署為主 主要比如三眼邊的水平的時候 有些投資者就開一下紅症 但是看到日來可能回落了一二百點的時候的話 已經有資金就反收去開回牛症 或者在紅症那邊會有些獲利 去到收市的時候的話 其實很淡都不是看到有一個很明顯的渣倉的 當然因為指數水平最終都是升了 都會有一些資金可能在日內因為看淡 可能都是在帳面裡面虧損的時候的話 會在紅症方面那個坐倉的資金流益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我想接下來那個走勢的時候 都想問一下師傅 其實我記得就前幾天你說看29800左右這些位置 其實現在都到了 那你怎麼看在3000億的成交底下的時候的話 再加上今天很多的科網類的權重估計 繼續向上突破 那個市場有沒有機會因為那個熱線的關係 突破了三萬點的關口呢 你又會不會調整你對後市的看法呢? 其實調整就是一個主觀願望 還有也都覺得這樣升法應該要稍微調整 但是問題就是說它之前其實調整壓力就不是很大 因為之前由去年12月30日升上來 我都有指出就是說它沒有出現過上升熱口的 那麼就一直都是每天那個那支足身呢 都是在上一天的足身那裡 但是當然那個高點就一直上移 但是呢 昨天開始就出現了一個上升熱口 都介乎2864到29100 就是說2900那裡是用一個熱口去突破 這個可能就會在未來如果調整的時候呢 有一個需要是會補回這個上升熱口 但是剛才你說調整就可能只是一個主觀願望 但是也都有機會是不調整 如果不調整的話 上面那個向上的那個空間的時候 你又會看什麼水平呢? 30、280 30、280 留意這個水平會不會短期試一試 試到這位的時候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近日都是啦 日內那個波幅都擴大了 如果說部署紫索顏紅症的朋友的話 因為就可能要貼士一些 或者去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駐馬上面呢 自己都可能要相對控制 嗯 今天呢 就看到一些新經濟股就齊齊發力了 馬雲終於露眠 所以令到阿里巴巴的股價就升了超過8% 就收市部265元 其實今天它還沒上到270元的時候呢 我都認為呢 阿里巴巴的股價現在 第一是可以相對於其它的新經濟股都還是落後 因為它由去年11月10月的高位 309.4 跌到去年12月底的低位 2807.2 跌了102.2元錢 那如果反彈跌幅的0.618呢 就剛剛好 是270元 就正是今天那個高位270元 所以後市呢 這個很關鍵了 270元 如果能夠升穿 當然要收到 跌跌口 介乎289.4至283.8 就是有機會升到290元那些的位置 看回科網股的強勢的時候的話 其實今天都有兩個主題故事 第一就是騰訊和175的吉利 就是做這個無人駕駛 第二就是馬雲的話 再度延伸的話 就帶動到阿里巴巴方面的股價表現 這兩個因素的時候的話 師傅你又怎麼看呢? 是不是可以成為推動兩隻龍頭股 進一步向上突破的一些因素呢? 除了說這兩個故事 主題故事之外 其實看回美團方面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的 但是股價都相當之強勢 再加上京東 其實下午都是受到 這個阿里巴巴的股價大動的 整體你覺得熱錢流入 導致它們的上升 還是本身剛才說的這些原因的時候 都令到投資者對那個股份的信心加大呢? 剛才在師傅講港股的直播中 都有討論這個馬雲露面的 對阿里巴巴股價的影響 因為很難量化的 究竟它露面是不是已經 那些陰露是不是已經完全告了段落呢? 那沒有人 我想說笑話 連馬雲自己都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就由市場去告訴我們 市場怎麼想 所以270元這個是一個分水嶺 如果它的股價能夠是升月270元 很穩陣的收到270元的樓上 就是說市場覺得它的露面 也就是代表阿里巴巴的陰謎都清除了 所以有可能是可以繼續回升 就看上到290元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突破到270元 這個都仍然是一個反彈浪 只不過是它露面 稍微讓市場是叫做安心 除了它一直沒有露面的憂慮 但是譬如說馬來西亞 那些互聯網金融那些的監管 反狼越法那些的利潭因素 如果還是讓市場有戒心 它就沒有辦法突破到270元 至於騰訊呢 我就反而覺得就有一點點是 那個消息面來講就是借勢 我又不覺得 因為對騰訊來說做車 不是它那個核心的業務 可以說好像吃東西 一個side dish 一個小菜來的 和吉利阿媽吉利控股發展這個智能汽車 小小在股價上就是這樣上天花 不過看技術指標 都還是強勢 還是有力再上衝的 因為它的九天強烈指數 相對強烈指數現在就去到80頭上 那麼騰訊應該短期的目標 就是700可以見700 好 那我們看了 就是這個科網股以外的話 其實今天都有一些的資金 就是留意一些科技 其他科技股 比如說見到中芯 或者看回另外也有一些軟件股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今天升幅都比較凌厲的 這些股份的時候 師傅又覺得接下來會不會來 我們看到深圳方面的流入 那個南下的資金都是比較大一點 今天都拋離了這個戶方面的流入的資金 深圳方面的資金通常都是比較喜歡去炒一些科網股的 是啊 如果說中芯 這個走勢就是一浪高一浪的走勢是持續的 還有它近期一直升的時候 都是抓著條五天線 放著來一直上升 就是升一下回一下都守著條五天線 今天的低位28個口號碗和擁有五天線的28個版 也是非常接近的 如果接下來是突破30元的話 我看是可以再上市32元的 我們回到第二節的時間 師傅 第一節我們都講了 大市方面來講 去到這個位置的話 大家都是做一些比較短線的部署為主 牛證方面來講 大家日內看到大市稍微在低位開花一些的牛證 其實你現在也會在深圳會有一些更加貼價的牛證 是陸續上市的 明天新上市比較貼價的牛證 分別有57699 以及是57704的 57699收回價28862.1萬對1牛證 另外57704這隻的恆子牛證 收回價就是28700點 都是1萬對1的恆子牛證選擇來的 看淡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紅證的選擇 可以參考分別有51945和64318 51945這隻恆子紅證收回價30400點 1萬對1豪 槓桿比率46倍 另外64318 收回價就是30500點 1萬對1豪 槓桿比率提供有大概38.9倍 至於call證方面來講的話 也都給大家參考了 call證方面可以選擇17221 行使價29900點 今年6月底到期call 實際槓桿比率9.9倍 至於put證方面可以留意一下有隻13015 比較貼價證 行使價26700點 這症今年7月底到期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7.5倍左右 嗯 個股方面呢 我們就先講一下焦點股阿里巴巴 今天就升了8.5% 上一節的分析就認為270元是一個關鍵位來的 因為就剛剛好是代表了 由去年10月高位309.4 跌到去年10月低位207.2 反彈了這個跌幅的0.618 就正正好是270元 所以如果能夠未來是企穩 這個270元以上的話呢 那就代表可能不是反彈狼 而是一個升狼最少都可以再上市290元的目標 但是如果站不穩就仍然是一個反彈狼而已 阿里巴巴的論證 看好和看淡的選擇可以怎樣選擇呢 阿里巴巴方面呢 今天的股價都是午後的時候大幅抽升 也都看到有多少資金入場買它的看好的產品 如果看好阿里巴巴後市的股價可以向上突破 可以參考阿里巴巴的call有隻1252 1252的阿里call行使價就是307元 今年5月份到期 這個證據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有6.7倍左右 相反如果說覺得阿里巴巴的聲勢可能都是談話一言的 未必能夠突破到270元的阻力 想後高做膽可以留意POOT的選擇有10400元 行使價就是222.8毫升 今年5月中度期的POOT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5倍左右 另外今天都有多少資金就透過牛熊證 部署對阿里巴巴看好那邊的 牛證方面來說有些貼價的牛證也都是100%街火 單日已經是銷售了一個比較大的金額 如果想繼續留意阿里巴巴的牛證 可以參考我們一隻牛證50691 收回價234.8毫升 中間比率大概是7.5倍 看淡的行政選擇有隻54 314 收回價是298.8毫升 中間比率大概6.3倍的 今天騰訊都有些利好知識上一次我們分析過 就是和吉利 阿媽吉利控管合作 搞這個智能汽車 今天的股價都在創新高680元 升了3.7%的 看它的技術走勢分析 就是RSI 9000相聚強之數 都仍在80流上 意味短期還是有上升動力 可能可以700見700見700的目標 它的論證可以怎樣選擇呢? 如果看好覺得700有機會衝700這個高位 可以留意一下 call的選擇就有11841 11841這隻騰訊call 行使價800.5毫升 今年的4月底到期 這個call提供的實際公關比率 大概有8倍左右 相反如果覺得騰訊 未來可能在700元邊 有機會是有個比較繁複的走勢 介紹想做淡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put的選擇有204.23 204.23這隻騰訊put 行使價529.5毫升 今年的4月底到期 這個put的實際公關比率 接近有9倍 另外也可以留意 就是我們一些牛紅證的產版 700的牛證 可以參考明天新上市 有個比較高的選擇就是574.90 574.90收回價是656.8毫升 至於看淡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紅證選擇 700樓上收回價紅證選擇有隻53263 收回價718.88 槓桿比率大概是14倍的 問完騰訊和阿里巴巴 我也想問一問師傅 另一隻電商股 因為是9618 因為我們今天都看到下午的時候 因為阿里的秋升 都帶動到9618的股價 都曾經去到接近370元的位置 收市收364.2 暫時還未能夠站在新高樓上收市 但是今天日中其實都是突破過52週的位置 口試怎麼看呢? 是啊 我覺得它的動力差一點都還未夠 所以在這裡可能還要儲力 因為它日中高位就突破了 見過369個股市 但是以收市價來說是未創新高的 它之前最高的收市價是368元的 去年11月16日它曾經收在368元 今天收364.2其實收市價都未創新高 而且成交又不是說真的去到很大 今天成交只有900萬股 1000萬股都不到 比起1月6日它估計當時高見367個股票 它成交超過1000萬股 更少的 RSI也都是只有65 還未上回70流上 所以我想短期還要繼續在這裡 再儲一下力才有條件 是可以突破370元的助力的 好 如果在這個情況底下的時候 大家看看會不會在現水瓶儲力 也留意368元的頂位是否可以突破到 今天下午看到資金流入call和牛證 call方面如果看好後市可以突破 可以參考一下17008 17008這個京東call 行使價458.88元 今年的5月中度期的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9倍的 相反如果看淡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京東的put的選擇 就有摘力28827 2827行使價296.8元 今年的5月中度期的put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4.8倍左右 至於牛證方面來說的話 也可以帶給大家參考一下 京東牛可以留意一下 明天新上市比較貼價高槓桿的選擇 就是57245 收回價346.88元 至於看淡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洪正選擇有隻53323 收回價378.88元 槓桿比率大概是16倍左右 我們都經過中芯國際981 都是看到它的走勢 這陣子就放著五天線 一路就慢慢的慢火煎魚的回升 如果接下來是升穿30元 就可以看32元 因為它那個RSI的動力都還是強的 今天九天相對為止 至少在75、76的水平 中芯國際的卵證又可以怎麼選擇呢 是啊 中芯今天曾經穿過30元 是站不穩的 但是留意到 因為深圳的資金比較喜歡 投資在一些軟件 或者半導體股上面 今天看回都繼續有些資金 就是留意中芯相關的一些卵證 中芯方面 深圳也都有一些比較貼價的牛證是上時的了 如果看好的朋友的話 中芯的牛證可以參考一下 有50496收回價27.28元 槓桿比率7.1倍 至於看淡方面來說 雄證選擇也有6038元 收回價是33.88元 槓桿比率大概是5倍 說完中芯 不如我們再問一下美團 因為美團其實今天都破壞了 也是幾隻異動的股份之一 因為今天也創了新高的 師傅 昨天我記得你說美團方面 你看它都有機會是破頂的 但是就擔心它那個成交的動力 就是略嫌不足 今天都是破頂的 順利破頂的確看成交上面來說的話 如果對比起之前破頂的時候 略嫌都是低了一些的 那House 你怎麼看呢? 是啊 我就看動力指標 就是看兩個成交和RSI 今天成交3680多萬元 其實就不算很大 因為之前試過 上個月去年12月 一兩天成交是去到4千多萬、5千多萬股的 但是RSI就撞了很強的 9000相對強的指數 今天上到79接近80的位置 所以都代表那個上升是充足的 那接下來如果我看到最近 有些行業給它那個目標 已經是上調到四字頭以上了 應該都可以上市四百元的關口的 好 如果看好美團的話 今天上升的時候 都繼續有資金的入場 可以參考美團的call 17016 17016這隻美團call行使價431.8毫升 今年5月中到期的call 實際的槓桿比率大概是4.8倍的 另外如果看淡的 覺得美團的股價有機會在高位是預助的 可以留意POOT方面的選擇的話 就是有17404 17404行使價是300元 今年5月份到期的POOT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1倍左右 至於牛紅症方面的選擇 也可以留意明天新上市比較貼價高槓桿的牛症 就是57816 收回價是324.8毫升 至於看淡的紅症有隻69605 收回價是400元 槓桿比率大概是9.8倍的 最後也想問一問師傅停保的23.18 今天是逆市下跌的 看到股價 我們很快就讓師傅說一下看法 開始有一點轉弱 因為今天雖然說曾經創新高103.6 但是連續最近三天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都形成陰燭 今天那支陰燭都比早兩天的陰燭去捉身長 還有呈現了磚頭過腳的走勢 接下來可能要試回99元的支持 好 牛症今天比較多資金入的 如果想參考可以留意一下就是68845 收回價94.8毫升 槓桿比率14.7倍 紅症選擇有694.21 收回價106.8毫升 槓桿比率大概13倍左右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剛才提到股份Ivan 你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我也沒有的 明晚跟大家再見 拜拜